《明朝灭亡后》 与此同时,中国又出现了三股主要势力逐鹿中原的情况,这三股势力分别是大清政权、大顺政权以及南明洪光政权,大清政权也就是后来的清朝,这个大家想必都非常了解。 大顺政权由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创建,虽然起初大家都是李自成和他的军队为创贼刘寇,但到了1644年的时候,人们的印象已经普遍改变。 许多人都开始承认李自成将是未来新王朝的统治者,这一点从当时大批官生恢复到大顺政权中就可以看出。 南明洪光政权是明朝崇祯皇帝殉国后,明朝宗室和以臣们在流都南京建立的政权,洪光皇帝朱游松是万历皇帝之孙,崇祯皇帝的堂兄。 因此,在当时人们眼中,南明自然是最为正统的政权。 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,这种群雄割据的局面往往要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,可是这次却不一样,仅仅过了一年时间,清军就以锐不可当之势,相继攻灭大顺政权和南明洪光政权,统一了大半个中国。 清军入关之时,所率兵力仅有十万余人,为何能进展如此神速呢? 究其原因,并非满清八旗军天下无敌,而是因为许多原来侍奉明朝的文臣武将,纷纷率领本部兵马将清,极大扩充了满清的实力,以至于让清军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,兵力反而越来越多。 那么问题来了,为什么这些明朝的文臣武将不去归附南明,或是归附大顺,而非得去向清廷投降呢? 从个人感情上来说,这些文臣武将不去对南明政权最难以割舍的,毕竟,他们各个都是受皇恩。 愧而求其次的话,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可以接受,因为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稀罕是。 从个人和家族利益上来考虑,给大明朝老朱家打工和给大顺朝老李家打工,本质上没什么区别。 至于归降大清政权,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。 当时,明朝人都称呼满人为贱路,达子,在他们心目中,满清就是由一群洪武有力,不懂礼数的满意组成的原始政权。 投降满清,那就相当于成为达子的努力,这是何等的屈辱,对当时明朝人来说,简直无法想象。 可事实上却是,成批的文臣武将投向了满清,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 原来,在1644年初,李自成率军攻打北京的时候,官生们眼看国家即将异性改号,于是,纷纷改换门庭加入到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中。 明末使学家谭谦在他的著作国却忠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情景是,一观戒咒,叛将如云,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,李自成在攻下北京后,为了解决军想问题,竟下令对官生追赃助想,也就是强迫大家交出银。 此,没交那规定额度的银子,就要被严刑拷打,活活打死者不在少数。 官生们放弃明节,改投到李自成阵营中,原本是为了保全个人和家族的利益,结果遭遇追赃助想,不几名声尽毁,甚至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。 一位深陷北京的明朝官员,在绝望中愤慨地说道,是启兴朝之心正在,依然留贼而已。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追赃助想后,李自成的大顺政权,和原来明朝官身阶层,成了势不两立的群体,很多人都想尽办法逃往南方。 可是,当逃到南方的官生们抵达南京后,等待他们的,不是南明朝廷的热烈欢迎,而是全臣马施英,阮大成等人掀起的顺案审查。 所谓顺案,就是指李自成攻下北京后,被嫌疑有过便捷行为的明朝官身。 马、阮等人利用顺案疯狂迫害自己的政敌,清军在山海关打办李自成后进入北京,摄政王多尔馆,采烂了汉族大臣红成仇,范文成等人的建议。 对原来明朝官身采取了积极拉拢的策略,并在京内阁、六部、兜察院等衙门官员,据以元官同满官一体办事,不久又宣布,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,不论元属留贼,护卫留贼逼勒投降者,若能归服我朝,神可诸有。 清廷的这些笼络策略,对于当时正处在走投乌路情况下的明朝官身而言,可谓是绝处逢生,于是,大家纷纷改投清廷。 这些投降的官员,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待遇,多数人的官职比原来更高,在他们的示范效应下,更多汉族官身投身清廷,清朝在入官之初,就是用了这种恩威病师的策略,迅速席卷了中国的大江南北。 参考文献,清世祖实录,彭孙怡平扣制,钱平指甲身撰信录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